我心情的故事我好恨 我的懷疑就是想說他不會是這個人 就是這名老弟過了家親情紅色的男主 他在18年前因為煩心情暗紅破形 但是在半個月已經出獄 對傳媒來說真的沒有人想不到他 想不到男主帶到家庭和連都 竟然想不到家庭真的給人家回家 後來騎到家庭旅行 既然他又嚇得高興 嫌疑人施暴壓制想要揮女 那麼在同時發現那個婦人 手指上有帶有警戒指 要強拔他的警戒指 是一種慣犯 那麼在村落裡面那個風評也不好 剛放出來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他前科累累 知道啊 你都知道那個人 我知道啦 當然是大家都沒辦法要出獄 多人啊 如果沒男人都沒辦法要出獄 沒辦法要出獄 只要再問的關係 男主的行為讓全民棄到家庭不住 大概幾種種動完 向上通報要抓這條嫌疑 最後才發現他都在公佈裡面 馬上報警處理 這才改毒危機的警報 讓長頭的機名 不用每天都拿心調查過一隻 一點失蹤還不多 感謝你收看 我是雷華 每個月中曜 明雅 軒 來 這裡 邀 在